這個球打在場內了 有機會落地成為一隻安打 高尾傑敲出了安打 所以再經過前面那三顆 左右兩邊都是蠻扎實的界外球 胡偉達還是沒有辦法修正回來 這也是安打 沒話說 掉的不夠多 手平打著就上了唷 這隻安打也不過是中英兄弟這樣比賽的第二隻安打 這一球硬拉回來 感覺是有備而來 那現在換位大了 有一點要擔心 連著兩棒都上了 那這個球就轉出去 轉得不夠多 不過應該是沒有失投 在整個近野的位置看起來 因為球路就是預期的喔 但你看滑移的可能不夠 但是 越中華真的帶的技巧非常的好 很感見的 就是他還可以用拉擊的方式 最主要是前面投太多這一顆滑球 所以打者在兩口球之後有 喔 結果打出去是安打了 但是會變成沒有人出局滿壘 要換 要這個很暫停才對 這連續的攻擊啊 好像投球都有點被掌握到了 因為再來上來的代表的是追平分耶 有針對威達的一個滑球 去做球種的一個鎖定喔 哇 前面五局呢 還是一個變速球 前面五局其實內容是相當的理想啊 到了第六局啊 出現了連環的狀況 那下一棒呢是 其實要解決他也非常不容易的王威城 完全不能有閃失啊 哇呦 小彈跳吧 沒接到 那這樣子中傷啊 兩分回來應該是沒有問題 而且打者都上到了二壘 對 但這個紀錄上可能會是失 除非有不規則 哇 結果 在游擊的這個防區 現在出現了比較大的狀況 給失誤喔 因為第一時間彈跳沒有掌握嘛 所以一樣的享用身體 給失誤的話這兩分就不是自責分 哇 想要身體擋啊 結果 拍到那個球喔 還漏到滿遠的 哇 那現在連追評分都上到得點圈了 要面對的是 詹子嫻 現在這個比賽又緊繃起來 哈囉 我是盈盈 記得訂閱我們的官方Twitch 還有記得要鎖定我們的 Podcast兄弟你來說 會不會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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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